再討論 現在是6比3比1 一房型60% 兩房型30% 三房型10% 整個容積如果不變 如果這裡要做未來這附近的中繼住宅 如果我把60%變成三房型 32%二房型 10%是一房型 那數字是什麼 1600 所以我們可以討論 公共住宅要做的事情 市府已經 這是整個大家的共同的努力 包括剛剛開幕的 剛剛開始恩紀的新隆一起 都是朝這個方向 未來市府都發局要有住宅處 要有公宅管理公司 因為我們要走向一個全新的局面 這個局面 回到來 剛才這張照片 你就可以看到 我們未來的場景 會比它好很多倍 因為這是現有的社區 台北未來的是不一樣的 一樣 捷運局早就先行的 這些都是它在佈置的 它在處理的 我們剛剛說的有三個出口 其實真好 這裡面穿堂的設計 地點的設計 連通風口的位置都已經安置好了 所以在我們剛才的圖像都有交代這些事情 這是捷運局先行的 這個就是告訴各位說 這個願景是可以實現的 可是願景實現之前 我們還會討論 討論之前還有一個機制 那就是環評 這個環評是會幫各位把關的 從容量到交通到空間的品質 那當這個實現的過程當中 我相信像剛才這個模型 周圍應該會有都市更新 我們可以大家一起來 絕對不會說是福做自己的 是福其實是跟大家在一起的 那我的簡報先到這邊 因為我們今天想要定一個基調 就是多點時間給大家討論 那我的同事們各局處都到了 有些問題他們會直接回應 我現在馬上直接回應給各位 謝謝 好 謝謝文部長的說明 那接下來是不是我們請 市長還有各府級長官 我們是不是就上座 那我先介紹一下 到場的議員有兩位 第一位是我們的秦惠珠秦議員 大家好 好 謝謝 第二位是我們張茂南張議員 謝謝小劉 好 在開始進行我們的綜合座談之前 各位如果說您的發言 就是說因為現場我們要預計在9點準時結束 所以我們是用登記發言 那因為登記發言的狀況很踴躍 已經超過30位了 所以已經超過30位以外的部分 我們就不再受理 麻煩您用書面的部分 我們一樣會把您納入會議紀錄 那待會進行我這邊會唱名 然後基本上我們是五位發言之後 然後請我們臺上的長官統問統答 那基本上我們就照這樣的方式來進行 一個人三分鐘 然後基本上我們在兩分鐘的時候就會按您提醒 那我們三分鐘就麻煩請結束發言 那我們就待會照這樣的模式來進行 謝謝 好 那我現在 先請登記第一號 陳碧霞 陳小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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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